我对格斗竞技一直庆祝了很多热情 我喜欢格斗 只要我能就不会放弃 当你想要认识一位格斗选手的时候 就要去了解他们的梦想 来自何方 了解他们的真正自我 为什么要从事格斗事业 知道了这些才能全面认识他们的人生 怎么样才能完成比赛夺得冠军 勇气 信仰 奉献 荣誉 热情 这些都是综合格斗界的职业男女选手们 我为您带来的是他们的个人故事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兰迪库卓 他是五次UFC冠军腰带的获得者 综合格斗界的绅士 在44岁的时候兰迪库卓仍然处在事业的巅峰时期 但是已经到了面临选择的时候 是继续保持巅峰的状态激流涌退 还是冒险出击 与俄罗斯选手 菲多·埃米联科进行最终之战 欢迎收看全谈之外 我是主持人马里卡泰勒 我们今天将带您认识 职业综合格斗选手 重量级冠军兰迪库卓 兰迪是一位令人惊叹的选手 而且有越来越年轻的感觉 他的移动力量技术都令人难以置信 我甚至找不到语言来形容 非常了不起 他是国家的选手 当我十岁开始训练摔跤的时候 我的朋友们 我的哥哥们 我认为他们都是抱着一种 看笑话的心态 看看我究竟能怎样 那时我第一次有了 做一名摔跤选手的意识 高中毕业后我上了大学 在那里继续我的摔跤失业 我觉得自己做得还算不错 也参加了一些个人性质的比赛 直到结婚 才开始思索将来的路要怎么走 妻子的父母和我的父母都找我谈话 因此我决定去军队服役 当时我觉得自己的摔跤生涯已经告一段落 直到从军队退役 摔跤才又一次走进我身中 从军队退役三年后 我通过了奥运会选拔赛 成为一名奥运后补选手 从军队退役后 兰蒂护驻在学校里担任了摔跤助教 我和他认识很久了 他是一个有着满头绣发的男人 我们从1990年开始就成了朋友 他是在大学里第一个和我说话的人 当时好像没有人愿意和我说话 他有计划要组建一个自己的摔跤团队 除了库卓和我 还有一些志通道合的人 我们都想着自己组队 就在兰蒂库卓梦想着 能组建美国奥林匹克国家摔跤队的时候 一种叫做综合格斗的运动项目悄然兴起 由于有了UFC组织做后盾 综合格斗越来越流行 那么综合格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综合格斗将奥运会上的格斗项目融合在了一起 包括踩拳道 拳击 现代和古典摔跤 柔道 这些所有的招数都可以在综合格斗中运 综合格斗最早始于1993年 我1992年从高校毕业 在校期间也没担任过摔跤助教的职务 交过的一名选手给我带来了一盘录像带 他说 你应该要看看这个 于是我看到了UFC的比赛录像 而其中一名比赛的选手是我的大学校友 也是我的队友 看到我的校友居然也在辞职这项原因 我立即就在这项运动开始产生了兴趣 几个月后 有人对我说 如果能拿到申请表 你应该去参加试试看 天文申请表你就能成为一名UFC选手 虽然我们觉得已经够了 但还是在不久之后接到了UFC的邀请 于是两天后 我迎来了自己UFC的首赏比赛 蓝迪的首次UFC之行是UFC13 当晚他参加了两场比赛 两场全胜 之后的第二场UFC比赛 我的对手是维托尔贝尔福特 他当时被称为了不起的人 能在两分钟之内完败几乎所有对手 我觉得他们安排我和维托尔打比赛的原因是 一个世界级的摔跤选手做对手 能让大家更加相信他的实力 如果他能打败我的话 而且没有人见过他地面站的风筝 虽然他是一名巴西柔术的黑带选手 但他一直以来都是靠精湛的拳击技巧来击败对手 因此我马上开始对拳击技巧进行恶补 了解拳击的移动 我想做的只是能接触到他的身体 运用摔跤的技巧与他缠斗 我还意识到 因为他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击败对手获得胜利 那么比赛时间拖得越长 对我来说就越有力 于是比赛中我尽可能与他展开晋身战 用拳头击打他 最终他体力不支倒在地上 于是我赢得了比赛 我获得了八条冠军腰带 这是第一条 这是我第一条冠军腰带 这一条是我击败凯文·兰德尔曼后 第二次获得重两级冠军的腰带 这是我第一次和佩德·罗佐交锋后获得的 那真是我经历的最艰难的一场比赛 整整打了五个回合 三个月后 我们又一次在比赛中相遇 我在第三回合 技术性击倒塌 获得了胜利 第三回合 2003年6月6日 库卓减掉了9公斤的体重 迎来了与格斗界的超级巨星 查克·利德尔的对战 利德尔已经有四年的比赛经历 但是兰迪·库卓在当晚创造了历史 他击败了查克·利德尔 成为了史上第一个 获得两个重量级别冠军的双冠王 这一年他已经40岁 三个月后 兰迪遭遇了铁拖阿尔蒂斯 铁拖在这之前取得了六连胜的辉煌战绩 状态极佳 他想赢得比赛 让兰迪直接退休 但是事情往往事与愿违 兰迪·库卓成为了综合格斗界的代表人物 与他登峰造极的格斗生涯相比 他的个人生活是截然不同的状态 我和前妻离婚 家人朋友生意上的伙伴 周围的所有人都觉得 我可能会迷失自我 但是我只是专注于训练 让自己从那段黑暗中走出来 我只是专注于我的训练 我真的觉得我会迷失 2005年4月16日 库卓第一次在赛场上被对手KO 击败他的 正是以前交过一次手的查克利德尔 在和查克利德尔比赛6个月前 我就决定 如果输掉这场比赛 我就退休 11年的职业格斗生涯 四个冠冠头衔 横跨两个级别的双冠王 两次成功未免冠军 在又一次惨败给对手之后 蓝迪护卓宣布退役 当时我已经42岁了 怎么看都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 没有人能永远在赛场上长胜不败 所以当时我也感觉 应该退一步 挺起来歇歇 退役之后不久 我就获得了这项人 能成为第四位进入UFC名人堂的人 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荣耀 退役之后 在业余时间蓝迪护卓仍然坚持训练 她是狂热的格斗 在遇到我之前 她看过很多格斗比赛 也在格斗学校进行过格斗训练 她对这项运动非常了解 我当时正在约翰的格斗学习系练 我当时正在拉斯维加斯录游 她是约翰的好朋友 约翰经常在晚上举行派对 一直邀请我去参加 你来吧 来吧 但是我当时很忙 一天到晚都在工作 实在抽不出时间 我在节目最后两周的时候 一个星期天 我说好吧好吧 我去 那天我是第一个受邀去参加那个派对 兰迪查克还有一些其他的人都在场 那是我们两个第一次见面 在那个派对上我见到她 她当时就这样坐在长凳上 我觉得她是我见过最好的人 我们俩开始聊了一会儿 最后还一起跳舞 她舞跳得好吗 非常遗憾 不怎么样 真的 原来她也有弱象 接下来在拉斯维加斯的两个星期 就觉得固然回首 那人就在灯火阑珊处 最后我们就决定走到一起 是什么让你决定去挑战 世界上最难战胜的选手呢 你觉得俘获女友的芳心是件男事吗 那是所有男人都该遵从的理由 没错 身体运动上的事情 对我来说轻而易举 做运动对我来说很放松 但是制造浪漫向来不是我的想象 我每天都和他们一起训练 不错过每一场比赛 即便我已经精力力尽 也要在一旁看着她训练 我从没想过要她放弃格斗 毕竟她为了这项事业 付出了太多的心血 在离开赛场的一年中 她一直保持着很高的热情进行训练 实力一点都没有减弱 退役六到八个月后 经过不间断的训练 我又重新找回了感觉 开始觉得状态又慢慢恢复了 实力摆在那里并且还在改善 拳击方面的成果也很惊人 再加上刻苦的训练 没有理由会退步 本集完 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